苏丹红辣椒粉的风暴持续延烧 现在台北市温水区就发现 这个宝新公司进口的青辣椒粉 被检验处还有苏丹色素3号 而下游的厂商包括了统龙企业 还有寄生公司 已经把这一批制成了白胡椒粉 并且贩售到台北等9个县市 而还有致癌物的问题辣椒粉 有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的营养午餐 因此北市教育局宣布 包括像是辣椒粉 咖喱粉 还有咖喱块要暂缓使用到3月底 至于新北市的部分 也从即日开始暂缓使用胡椒粉 黑白胡椒粉 还有椒盐等等 而且预计要实施3个月之后 再看状况是不是要来解禁 至于民进党的立委 林淑芬现在踢爆了 说顺着查验出 有含有苏丹红辣椒粉的金站 还有加广这两家公司 Google去查 结果发现经营者至少还有9家公司 是登记在相同的地址 而且是一样的负责人 贩售的产品其实也差不多的 其中一家还在网路电商上贩售 也呼吁食药署应要积极追查 别让违法的业者 继续试探食安的底线 鸡排果粉下锅炸得金黄酥脆 起锅后再撒上胡椒辣椒粉 滋味更丰富 但国内爆出苏丹红风波 不止辣椒粉逐一验出有问题 连胡椒粉也沦陷 继查人员来到仓库一一查封问题产品 新北市卫生局持续追查 进口辣椒粉原料 发现保鑫公司又有三匹辣椒粉原料 减出苏丹色素三号 当中一款青辣椒粉 被做成白胡椒 黑胡椒椒盐粉等 用途更广 也让大量食用的夜市摊商们 感到错了惊慌 就怕用到问题辣椒粉 业者纷纷向厂商厘清原料 面对中央地方联合扩大追查 各种调味料汤粉也接连出包 前连餐饮食品制造业 不少民众也是人性惶惶 现在吃东西可能会 可能会想要选择吃清淡一点 不然就是可能如果 一定要吃一种辣的话 可能就是会稍微挑那种大品牌 或是有那种贴品质保证那种东东 我会觉得蛮担心的 因为基本上吃东西就一定会加到 所以假如说那个有问题的话 那真的会非常困难 因为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吃到 就是那种东西 影看不断有新味爆单出现 不只全国营养午餐率先禁用 辣椒粉和咖喱粉之外 这回隔县市也陆续宣布 医疗长照机构跟进禁用 就盼风波早日落幕 好让民众真能吃得安心 记者有黄教有点示范 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